内经波折 特斯拉位于柏林的超级工厂 终于在3月20号开幕 指引长马斯克亲自将第一批德国制的电动车 交到客户手上 还在镜头前跳了一小段舞蹈 建筑柏林厂正式启用 德国总理肖茨和经济部长哈伯克 也出奇的剪彩仪式 这座位于德国布兰登堡邦 格林海德的超级工厂 在本月初正式取得批准之后 已经展开生产 柏林超级工厂支资55亿美元 是特斯拉在欧洲的第一座工厂 全球第四家超级工厂 预计每年生产50万辆Model Y修旅车 这座工厂原定在2021年夏季营运 但因为环境问题跟疫情影响 直到今年3月初才获准生产 目前工厂已经雇用了3500人 计划招募1万2000名员工 新唐人雅的电视 叶恩杰编译